你在巴黎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嘛 你也知道在巴黎飘散的就是 烟味嘛 高卢烟嘛 高卢很重的烟味 还有女人的香水 还有食物的那些味道等等 摇分那很迷人 我大概到了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必须把我嗅觉上做了一些区别 不敢看 不敢想 不敢闻 不敢嗅 所以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就在 书啦 电影啦 展览啦 歌剧啦 音乐啦 我用那个东西来 我知道那一种很变态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变态的 可是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就会沉溺在那里面这样 我这家人练我自己蛮私人的 我自己母亲去的时候在戴拳 到巴黎就说你买个车吧 我说我不能买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不买 我当然不能跟他明讲之后 买了我就回不了家了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很多来巴黎的日本人 他们很喜欢去坐那个欧雅列车 然后特别就是说从日本辗转到海生威 然后做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 再一路到巴黎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趟是一种 所谓的成长之力里面的一定要经历的 他们要真正的彻底体会什么叫做 就是international 中文怎么翻译 international 对 其实我们那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后六八 其实还蛮多的这种巴结 或拉丁美洲的这种解放神学 现在很多留在哪儿 在当时这种危险的诱惑对你大吗 其实我很清楚 我讲的马来生 我可能欧洲大陆 我会很夸 可能会一路开到莫斯科 绝对的 我在巴黎的时候事实上是被盯的 当年丁的人就叫我 就念完了你不要回家 反正就是会有麻烦就这样 就那天在杭州的时候 就碰到有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你当年巴黎的好朋友 然后他把名字讲出来 然后我当场就是三字经问候 这样子 我说什么噩梦又回来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 对您来说呢 就这种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俩 有些部分是很相通的嘛 那您比如说您看 这些历史上的人物 谁跟您觉得 您跟他很契合的感觉 你真的问到我了 我一直想不出来这样子 因为有的又太野 你说像阮吉 他们那些作品学生 又太野 太不顾后果 然后我们也不会自怜自爱 像曹植或杜甫这样的人 但我们又不是老街巨华的白巨蜜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愿意在一条固定的路径上 这样子 好像我还没有想到一个真正对应的 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对应的 你觉得孤立的时候怎么办 嗯 觉得孤立的时候 我想说我在巴黎那十年 跟那段时期 其实我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嘛 其实是不管是知识的启蒙 人格的定型或对世界认知 这种世界认知不是只有建立在这种 所谓知识层面或哲学思想层面 更多的更多的是自己去 在一种异国环境 以用自己作为一种他者的那种角度之下 然后去形塑自己 作为一种人的这种成长 那这其实都烙印在我身上 嗯 可我回台湾我这一部分 变成要用保险箱锁上来这样子 当然多少有一些是 当然因为实弹的恐惧吧 这样子 但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一定 某些东西还在 嗯 我用一种很粗浅的比喻吧 就是生命的一种盔甲 或一种躯壳 那这份躯壳其实 抗拒了某一些外在的一些 不管是逆流还是顺流等等 顺流它不会去被卷入一种诱惑 去寻求一种所谓的名利名望 逆流 即使在遇到这种大的变动的时候 可以有某一种力量支撑 那十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种历史阶段 我想就跟季仙林他们到德国 柏林这样所有那些或秦宗书那所有他们这一辈的 和陈宗书一样的这样 但不会像王国瑜那样就会为了作为一种移民的这种训亲 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翻译可能是花果飘零或离散 这种离散的这种经验这样 错位对于那一生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样子 您在拍在岛屿写作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他们的一样就整个文学圈子你在讲 其实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就被时代的一阵狂风被吹到台湾来 在一个50年代的时候那种非常高压的这样 不能谈论的任何的处局到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然要去接受的一块就是说大洋中充满怒韬儿里面的战士的暴风雨里面的嘛 他们被丢在那里 然后整天在期待魔法师来拯救他们这样 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语言书写 延续整个所有的这种传统 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寄生之所这样子 像现代师啦 余光中他们当然晚一辈的 可是像礼记啦 富士年这些人的这样子 或甚至像台老 台敬龙先生 整天就只能教他们最常教的就是 登楼户 王燦的登楼户 师徒姓美 灰我乡这样 一天到晚就这样 那又把他当年跟着鲁迅周围的那一点点的很微妙的 一点左翼的这种精神呢 透过很曲折很曲折的方式在古典文学里面这样 一个说真的讲很 只能讲着令人敬佩 他可以一个肩膀扛下台大中文系的这个大传统 不被毁掉 然后可以把年轻一代的这样带进来 可到最后他们会把这个地理疆域的 自然的这个岛屿化成文学的岛屿 当然这种离善的这种经验乱离 凤族 好像都一直是武化创作非常重要的 曹子作为一个王子 遭到这种流放 杜甫的这个 也是这样由圣堂之后整个玄宗的所有最繁盛的 后来就一路这样飘到四川 Ulysses 特罗伊战争结束之后它想回家 结果花了十年最后才回家 然后这个缓乡之旅也奠定了 这种西方几千年的文学里程这样子 所以之后才有Joyce的Ulysses 当然现代文学里面处理的其实不是单一时空 也不是就是固定几个时空里面的很固定的这种路径途径的转移 我想这也可能是你对吸引你会喜欢去香港 东京坐当当车 从中环很快来就到更下沉的老香港 突然之间会掉入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时空错乱 时空错乱之间的造成了一种迷离 失落 要去寻找定位 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定位 然后又偏偏想要去定位 可是这种每次要去寻找 其实就是另外一次的失落跟迷离 你一直在这种里面打转 不是 我觉得我有在想问一下 也想问你 我是不是这是一种非常显著的一种浅薄的象征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不安逸的士的 你帮你真的会有另外一种 除了生活上什么剧场啊电影啊食物啊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真的是重重的这种美景在那里展开 真的是一种幸福 而且你会整天好像就是在一种亢奋状态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有新鲜 也就是思想上的九池肉林 真的可以想象 而且那时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那种 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的那种最激进的 对 最就是最想去开创一些的这样 其实就是你讲了多少没错 其实那种思想空虚之下 突然之间就觉得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的 非常贪婪 绝对暴食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 就在这一条搞思想 对 追求学问真理的这个路上走这样 对 对你是把把把你自己抛抛进去了 扔进去了 不只抛进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那个挪扎一样 嗯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嗯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头全拆了 嗯 然后晚上再掉眼泪 再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接回去 然后再拿个针线慢慢缝慢慢缝 科学怪人 嗯 我自己是同时制造科学怪人的科学家 也是科学怪人 您说感觉对比挺像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 回忆起蔡玉佩时代的北大 嗯 那个样子的 嗯 因为那些有名的大师的科都 就像蔡市场一样 你上过服科的科吗 我当然没有 嗯 挤都挤不进去 你哪里有可能啊 可是 我在 我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街上或路上 嗯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一大师 嗯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 他擦身耳朵 我也不会很冒昧的说 哎 你要不要停下来 嗯 我是在巴黎的时候 身上一定有相机 可是我从来不敢逃出来 就有一种很奇怪 我觉得我不要成 我不要成为观光客 嗯 那样子 包括我替老师 每次我都不敢拍了 嗯 可是另外一个 我在巴黎念书的朋友 就很得意说 你看看我跟何龙巴通信 你看看他给我回信 然后通信两三封 他就把他当为人生自保 那说真的我心里是吃之以鼻 也挺可爱的 你 真的那十年内是这样 嗯 而且 因为讲说掉眼泪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可能独得懂德西达呢 嗯 怎么独得懂索西尔的符号学呢 头五年是真的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也就是撞山壁 嗯 然后慢慢的终于找到一条小路 但是还是一样啊 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几个小时 上课不讲 就是你回到家里 你还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这样 嗯 可投进去当然有个先进的条件 第一个无视条件 家里可以支持我 第二个我的精神状态可以支持我 这样 嗯 所以你也没上来过这里 没有 第一次上来 哇真的好漂亮 那个上吊的地儿 我知道就是那个 崇祯 景山 我是认识景山 那那边呢 那边西山 香山也那边吧 对 所以以前被移民的那个 就在那里嘛 那个旅馆 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就在那里 还在吗 在 那那是国贸 哦那一栋楼是吧 嗯 很多的作家 电影人 画家 他们是以觉得 定位 安居于这个地方 从这里来 举取 无画创作的源头 你好像对这些来讲 你觉得 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怀疑 我是不是轻浮啊 就是 你不断的去改变时空 它也是一种重复嘛 可能是一种重复的 这后面很多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程度 是被厌倦所驱动的 特别容易厌倦 它可能是对深度的一种 逃离啊 我经常我也会对自己陷入 我听你讲的 蛮那个的 蛮好玩的 因为这也是 就变成一种新的猎奇 不断地在猎奇 没有 其实我真的对你这种不安于事 以及跟国内的其他的那一种 他们会觉得 植根在这个土地上 是一个觉得这种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你是去玩火 我还没烧 把自己烧死不错 没有没有没有 当然你不会把手放在 停在那上面 你最多是碰到了 烫一下你的手就伸回来 我这种比喻我不知道 是 可是很好玩 你这种每次被烫到会痛 可是你还是要伸手去摸 对 你知道那种尺度 就是不要烫得太痛 被烫也是一种 不断地确认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吧 更多的一种学习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说的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跟我一样就是 一直不断地移动的人 然后都是不安逸式的 一直喜欢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对 现在这整个网络数位来讲 大家是很安逸这种 所谓的surface 表面跟skin deep 很多人会用那种东西 当作一种 外表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里面有一种共通性 并不是要去追求另外一种表面 对 那可是就在这个 由于这种不确定里面呢 造成自己个人的一种解体 不断地解体 这个东西会困扰您吗 我其实比较长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这种精神分析 所以我会不断地透过自我分析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学师的思考 其实每天都有点像一个外科手术师 每天都拿手术刀把自己划开划开这样 甚至把器官掏出来 不断地把自己打散再重新缝起来 对啊 就重新缝补 重新的这样 我们打开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 臭皮囊嘛 可是我们没有这些肮脏的 其实真的不堪 我里面处理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汇水回收场嘛 对 可是我们要靠这些汇水回收场 来维持 对 来维持清洁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这样子 是不是您的这种 对于本身的浓度的渴望也特别强 各种浓度的 密度跟浓度 但是会不会觉得 你没有那种文化可能在不断衰落的那种感觉 哦 不会 嗯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这样来形容 消失的必要 确实需要跳出 之前那个近代的尺度 掉到一个更大的尺度里面去 我觉得我之前太被那个近代的尺度所 没有 因为你们没办法 这是你生命的基因 你是被这些基因支配 嗯 你如果能够跳脱的话 那你只是做器官移植啊 或血液改良啊等等的 回去先把自己解剖了 反正 我 程老师我反正我感觉到我这两年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说不清楚呢 但我觉得它好像在一个新的pattern在出现 我不知道是什么 在Evolution 嗯 反正碰到您好像更确认那些东西的在变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现在几岁了 54 你知道到50是一个大门槛 包括你里面的大脑 你里面的一些灰子层 就是原本是火火山 然后慢慢地静下来 变成熄火山 那这个东西会带动你里面的很多的原本的深层思考 身体的体质的 这非常好啊 嗯 像我是已经没办法 因为我其实已经准备要接受那个 嗯 更黑的那一部分的来临 这样 这次就叫那个西火山前夜的谈话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下说你感受到的那个变化 我不像想听了这样 可能我有一点多嘴打断了你刚才的思绪 对我的线性的价值观的很严重的终止 我觉得我之前还是很大程度被一种乐观的线性的方式所驱动 嗯 特别在讲的更进一步 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 意识到很多无奈的存在 想在无奈之中寻求新的可能性或者力量 我大概是这样 我可以问一种比较荒谬的有点挑剔的 你会不会常做梦 对你是不容易做梦的 对不容易做梦的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容易做梦 很简单啊 嗯 嗯 因为基本上你不需要梦来保护你 嗯 梦是让你不要疯狂 嗯 可是你不需要梦 嗯 你不需要保护者 嗯 但这并不表示说 你是一个很强的人 你不会疯狂 或者说你 对我觉得我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不是非常理性 嗯 是非常虚伪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人 嗯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很刻薄啊 对不起你包容一下 你再多说两句 再多说两句 我有点那种 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 因为你害怕疯狂 然后你又很希望自己疯狂 对 我有很多假装的疯狂 没有没有没有 你在扮演疯狂 不是假装是扮演 假装跟扮演不一样 嗯 嗯 嗯 有点 但这个都也不 也会改变吗 需要改变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最清楚啊 你根本拒绝改变 嗯 因为你每天在流动啊 你还需要改变干嘛 哇 你是有很多个头的人 或一个头两个面 或者三个头四个头不止 那您那是什么呢 您是几个头啊 也很多个头 我会这么讲 因为我刚好很奇怪 我忘了是在 我应该在北京做了这个梦 有一天我突然梦到 我自己把我自己头拿下来 踢在手上 然后就走路 走着一条 我自己也不知道路 然后我跟我自己讲说 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拿在手上 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梦 来保护自己呢 你觉得 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是带了半个货柜的书 嗯 半个货柜就是那种卡货 嗯 说明家里还是比较有钱 可以带半货柜的书 所以 这其实有一种罪恶感 那一种特权 没有没有 有一种罪恶感 就是说 所以 等我在读说 这些 MAX啊 我读这些的时候 那种阶级差异 我想上次有跟你提过 就是我奶妈嘛 然后她带我的时候 其实同一个时间她也生下她的女儿啊 然后原本应该是给她女儿喝的奶 看来就是喂养我 我走过那么长啊 我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是走向一种更不确定 所有的这种1789年的那时候 整个的大理想启蒙的这些东西 其实一直烟消云散嘛 嗯 那就是马克思在讲的这样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嗯 对就基本上就是 所以 我是深刻体会到 再加上我自己过往在国外有十年 然后回到台湾那个地方之后 那种格格不入的那种状态 就黑夜里面的眼睛闭上去以后的是 其实对于我们是蛮需要 我说整个这种 背着这么大的壳的这种姑娘来讲 是蛮需要的 我很容易做梦 我很容易睡觉 而且我很容易记住梦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容易做梦的人 就是说 当有这样很奇怪的特质人 跟刚好一个极端对立的人坐在一起 它可以嗅得出来的味道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你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 一部分很相似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就是在这 就黑夜里面的眼睛闭上去以后的是 又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嗯 是可能拒绝一辈子的吗 一生吗 还是突然有一天就都变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其实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嗯 你就说你看看那么多的摩托车 嗯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嗯 就是一个渡船里面 一个交通工具 载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然后是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个人坐在他的摩托车上 嗯 等着那个渡船从一个渡口 到另外一个渡口 嗯 其实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嗯 黑夜其实也就是一个渡船 嗯 对 黑夜是渡船 其实你 一航船 一航船 就是那个谁的啊 张黛的一航船 张黛的一航船 对啊 我非常喜欢佛罗伯的那一本《情感交易》 整部小说它其实是写一个被得者 环绕了三个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追寻 嗯 所以最后其实它是一个很挫败 很挫败的那个 你也不能讲他完全失败 但你也很难讲他这一辈子到底什么 嗯 但是最后结尾 他就跟他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就是总结就是 那段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嗯 最有趣的 嗯 佛罗伯的它里面所有的画文动词 全部用一种画文非常特殊的一种格式 叫做过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过去一直持续在进行 也就是它时间不是一个单向的 而是一种折取的 就是你可以可以缠到 嗯 可以你再折取过来 直接放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画文的意思是 不完美 嗯 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好一些遗憾的 不完美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进的 你讲的无奈 嗯 嗯 我觉得是让人去 重新去面对消失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你去体会 去生存的去接受 嗯 吃进去那种消失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 你认为它没有消失 然后你希望它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常在想 其实记忆 并不是我们去 回到过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记忆回过来找我们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误解 其实记忆在未来 如果是刚才说到这个 三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启蒙传统 在瓦解吗 嗯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样讲 可能会录录一种 被人家认为有一种 太玄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是在一个类似像 武力复兴到科学时代 那我们知道 那个是一个 重新发现希腊嘛 嗯 重新也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嗯 发现美洲大陆 我们现在也是重新在寻找宇宙 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像 嗯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新大陆 比如说病毒就让我们发现了 一个灰色命体 它怎么扰动 整个生命这种所谓的秩序 它可以干扰改造 颠覆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它把你的里面体系里面的那些编码 那些所有这些胡码 全部用它的语言来改造 就讲出一套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权力 变成绝度膨胀 个人自由被缩减 我们现在完全以后面在看它 对 看到是自由叙事的困境 可是没有想到 其实它还带来另外一面的 除了黑暗之外 可能还有另外的 我们知道在英国瘟疫的时候 出现莎士比亚 瘟疫的时候出了牛顿 都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后呢 我觉得一定会出现非常很多 巨大的 不管是文学作品 科学的发现 思想上面的创新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 病毒重新给我们另外一套 医码系统 这套医码系统 其实是开向未来的 一些新的钥匙 我是不是又讲得太夸大了 一些这样 真的有一些讲得太夸大了 非常好 我们由个人的生命在扯到 我们各自里面很一万的 这些不可说的这种 扯到这种 我们现在不是从又万到了希望吗 等待那个希望吗 六朝金粉 兵荒马乱 这个城都几乎一直在这种巡回 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 在这里当然最有名的写 精灵就是《哀江南》 以训写的《哀江南》这样 就《哀江之乱》这样 描写那种图成那个 就会想到1937年 其实都蛮那个 然后太平天谷这样子 西恩洛阳就不太一样 西恩洛阳好像每一次的 其实从糖之后被烧了 每次都烧光 好像刚刚你讲的那种 哀痛它不会积累 对 可是在这个石头城 它就会积累 是啊 其实对这些历史的伤痛 就是 我发现我以前经常是想逃避 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它 真的 不是您在应对这些伤痛的时候 你是怎么更直接的进入这些 嗯